民眾在公共車隔停車 但卻被當地的住戶驅趕 花蓮永吉橋下 長期被人用車輛三角錐 霸占了公共車位 甚至還出動親友 一塊來幫忙 女子停好車後 沒想到男子上前阻撓 要他離開 拉高嗓門想講道理 但對方不放棄 誰都可以 你沒有權利來扯那 我叫我扯開 据了解這戶人家 長期佔用公共停車隔 甚至動員親友一起幫忙 鄰居不堪騎擾 將四年前畫面PO網 實際回到現場 一名女子氣沖沖跑出來 說車位都是他們的 都我自己的 這公家的 這公家的 一個公家的 不是我公家的 車隔一個一個數 真的把路邊車隔 當自家停車場 一旁親友想緩家 但女子情緒越講越激動 這是公家庭 為什麼人家把車路 誰都可以停 誰都可以停嘛 對嘛 今天是 可是就是很不公平 到底誰才覺得不公平 花蓮市永吉橋下 長期有人霸占車位 站位方法白白種 騎機車 腳踏車 三腳追 只要是物品 通通都能站 將會同全轍機關 前往現場 霸占車隔 警方表示 最高開罰2400元 公共車隔 方便民眾停車美意 如今卻淪為停車卡位 腳離站 接著陳敬葉歡迎報導 阿 緣 從